大家好,歡迎回來JNC Club 今天想分享一個黑棋的開局 名叫做一桌換衣服 專門對付紅棋先人指路 先督三桌,三兵或者七兵 第一步我們要做的就是 我們作為黑棋送一隻桌給他 紅棋高興地把我們關掉 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始一桌換衣服 首先我們飛將捉兵是先手 紅棋這裡可以平兵 也可以進兵 我們先講平兵 如果平兵我們就上正馬捉他 只可以下 下去我們再上馬捉他的兵 又是先手,步步先手 紅棋跟我們對跑 依然是先手,兵只可以躲起來 我們就平居捉獎 捉紅棋的獎 只可以飛上來了 我們坐下來了 先到這裡 先到這裏 假設黑棋橡捉兵 紅棋一瓶兵 那就跳掛國馬 紅棋不想死兵,只可以平兵 我們就平居捉獎,同樣地只能速飛起獎 這裡之後就跟剛剛差不多了,只不過是對了一隻豹 那黑棋有什麼手段呢?第一招就是這樣下來 下來有什麼用呢? 譬如人家平豹打我們馬,我們就不需要跳走馬 不要直接平居壓馬,用炮打馬 那如果人家真的打吊,我們都會吃他的馬 那將軍自己可以飛視,又或者落帳 那我假設去嘗試的 那這裡有一個沉底炮 又有一隻居,那現在到我走 我們出居捉炮 那紅棋不死炮,只有一部退炮 那跟他換了之後,紅棋吃冰吃了 那我們居平7號線 那這裡是絕對優勢 嗯,一落就是秋漿 那當然是有一定的優勢 那這裡是黑幽了 新焗 好,那 重溫一次,紅棋先人指路 我們送一桌 紅棋吃了我們,黑棋肥醬 紅棋進兵,掛角馬 紅棋平兵,平居足像 紅棋起像,進居 對了 今天的一桌換衣先布局 分享到這裡 謝謝